這個版本光大到第一段 其實不用平推陣的防守難度還蠻高的 萊茵是什麼站到那個東西上面 你說萊茵嗎 對 他剛剛怎麼站到那個台子上 這個我也不清楚 他可能是有人幫他神秘的東方力量 沒有頂到 非常可惜喔 近距離 這邊點上的一波混戰 萊茵他的血量其實維持得還不錯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HQ的平推陣 這邊有點太造型的站在前面 往前一波反思 這邊就是赤地天的人 其實這個破盾的速度是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點是在於說 這個補師 因為士兵7-6他可以自拔 麥卡利不行 他旁邊一定要有個補師 這樣的情況下補師的壓力就很大了 阿你又要我補你阿我又要補坦克 我到底要補誰 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情況 DD這邊是在側面直接把爾門肯給收掉了 這邊這是一個地獵級出手 Winter CC的效果還蠻明顯的 然後奈米女坦往前吃 左鍵很粗 配合上是硬坡屏障 看起來要硬手 這一波DTN版生 一個引力彈配合上一個動作 哇這一個撞 直接撞到兩個人 對但是這一邊 女坦血線很殘 來到小房裡面呢 活了下來了 回頭再一個引力彈 我們可以看到DZ這邊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限制到他 沒有任何一個人 DTN其實已經進步 他們已經有出DVA 他們昨天有成功的一場 他們正面 不看二樓直接打進去 呃 那個是因為 那個是因為那個 我覺得是萊因哈特的奶線上面出現的問題 哇從TD直接跳到了旁邊的那個招牌上面就把 對啊 把DTN直接點掉了 就是 這個二樓的位置不熟理 DTN打了進去第一個點 我就把這個麥克風吃了 沒錯 然後我們這邊呢 射手上了他們 來了來了 這個DVA上來了 這個這隻現在過來 完全來不及了 完全來不及 已經來不及了嗎 為時一萬 為時一萬 而且只有一個DVA 他怎麼限制四平七六 人家刺客真的是帶著閃光 帶著元氏 帶著溫氏 就一起衝上來 對一起上來 哇這邊用自爆 要把他趕下樓 對 哇這一個 麥卡莉也在這邊開啟了大絕 這邊進去來了交手 DZ有點危險 哇馬上沒可以收掉 哇這樣子有點機會 這樣子有點機會 不過 正面部隊全倒啦 目前DTA的問題就是 他們正面不能少輸出手 還沒看到話了 我覺得在進攻方的時候 不應該選籃 可以不用選萊姨 這邊換成星星感覺比較好 他們可以 或者就是 他們可以換星星 他們也可以出其他的角色 反正就是要解決二樓的問題 沒錯沒錯 他們跟星星DVA一起上 那DZ現在又射掉了安娜 然後呢他可以在這個角度 再射入戲喔 DVA現在再過來 完全來不及 原地殺雙方立場 對方還可以有二打一的機會 你這邊麥卡莉 根本上不來二樓 原地一個補棒 原地一個補棒 就站著打了 而且這邊只能 這時候Lazy Titan玩得很好 是是是是 就是 一瞬間就上來幫他 幫他擋了 這個 這個沒有理由會輸啦 說實話 目前是進攻防AHQ 防守防DTM 沒錯 DTM這邊出了一個 跟AHQ剛剛幾乎 一模一樣的一個防守陣喔 不對 他就是一模一樣 他們這邊也是選擇 讓安娜跟76這邊來選擇 站二樓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邊 站得有一點後面喔 我覺得 對 不過沒關係 你這邊可以看一下AHQ 他們怎麼處理 他們怎麼處理這個二樓位 目前士兵76的位置 已經暴露出來了 沒錯 DVA看到這個士兵76了 左色 士兵76對點 這邊一個右鍵 差一點點就點到了DC喔 OK 這邊是 哇 有沒有看到 士兵76上去要做單挑的時候 那地方馬上一起上去 馬上一起上去做單挑 但是 以數學上算起來 其實這一邊 DTM不會輸 但是 他們輸是 輸建立在單兵上面 我覺得是輸在單兵 他那個轉角 點輸他了 他們二樓還有一個安娜位 沒錯 這就是 這就是AHQ處理二樓的方式 AHQ現在 的陣型 平推平推 那DTM這邊呢 就是一個 我最討厭的312 312 帶單兵原始 對 312 帶一個原始 我覺得很不好 所以我一直不覺得 這個叫312 所以就是 30.52之類的 對 30.5 對對對 現在Mekan的位置 目前還沒有人發現 士兵76可能會被這個原始 一個抓掉 我們看到了 他怎麼還不出手啊 他剛才 他剛才也不poke 他到底在等什麼 喔 原來是等一個秒殺的機會 平常不出手 一出手 就要見血 對 這就是刀一出鞘 沒錯 變之有沒有 安娜被抓到 欸欸 哇這邊想要騙他的這個 睡眠彈喔 對但是正面部隊 已經打成一團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第六級有出手 但是 人數倒的比較多的 反而是DTM這一邊喔 這邊AHQ應該是要選擇 上樓梯來攻二樓喔 沒錯喔 這邊所有人都已經上來了 這邊 有要賭門嗎 DTM 沒有欸 被擠下去了 為什麼DTM剛剛不選擇封口啊 這邊DZ再帶掉了 Macon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 AHQ的安娜以及士兵 其實有很好的補給線 奈米小花給到了 火力全開的蘭露珠身上 這邊直接硬頂 哇 點的控制權是來到了HQ手中 有沒有人過來 踏點很重要 這邊安娜上面一個勾子給勾到 安娜怎麼會在這一個角度啊 對 這個角度是絕對是爆掉的 阿嬤絕對是任人 人家看到阿嬤絕對是送過去上她的 這個 OK這邊地下室一樓的萊因哈特 沒有人可以阻止這個士兵76 沒有我覺得這邊 這邊為什麼沒有賭門 他們是 沒有要打 就給你進來 對 他得換了閃光 那這個閃光等一下就要小心托比昂的砲台了 因為理論上 理論上這邊 我覺得這有點怪怪 他看到托比昂才換閃光欸 我覺得出法拉我還可以理解 對對對 出法拉我還覺得還行 因為 那個鳳 他現在架砲台的那個位置 是可以直接法拉 直接射進來打掉的 是喔第一把這邊爆甲了 對於第一天來說好像還行 砲台馬上被打掉 哇原始吃了一個補血包 回來再打第二輪 好這邊進來 來到點上打喔 這邊好像是有機會喔 這邊動了一個睡眠彈 原始這邊在反彈 喔這一把第一天進攻就做得很好 就做得很好 真的 這次成功 還掃碰人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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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不知道要怎麼爆了 這個 我也不知道要幫他說什麼 原始跟D.PA有去限制住附 這個士兵7-6 沒有錯喔 這個D.PA都頂得很深哪 這機兵頂到底阿 這機兵頂得很深啊 來到了深處 直接阵亡沒有問題 這邊第一天喪屍力跟神明人情況下 他肯定要重生等一波 滴滴這邊來到了對面的三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76最棒的位置 呃 這個位置很不錯 這個位置可以射到他現在在打這個通道 對方上樓梯的時候 只有一個小門縫 你也是隨便射都隨便中 他愛怎麼射就怎麼射 而且他這邊他隨時跳下來 底下這邊有個補包 2點才是最大的重點 所以你這邊要看他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士兵76 哇這邊是直接被 直接被DZ給點掉來一個 直接自爆 這邊這個不停的勞工修砲台 開大學了 哇這一波地獵級出手 勞工躺在地上 哇直接隔屁 可是那個砲台應該還蠻堅挺的 還在輸出 來這一邊再反收 看起來DTN的Dragon Ball有點機會 這邊直接拔刀拿到了那邊 哇被睡到了 我的老天爺啊 這邊快上啊 這樣子的話 點的控制權 還沒拿下來 還是0%喔 怎麼快還是0啊 有啦有一點點 喔有一點點了 有一點點了 有一點點了 有有有有有 還行還行還可以接受 還行還行 這邊開啟的戰術鎖定 再往前壓一波 HQ要打出殭屍流了 殭屍流的堆疊營運面 其實DTN他們的位置必須要好 喂DZ 你今天要怎麼處理 先壓二樓 地獵級出手 不錯 這邊的選擇很棒 沒錯 直接炸掉了Crabby 跟他卡 對 四面其肉在後側的部分 藍露珠也在後側 這邊站到位置非常的漂亮 這裡就是一個G6完美 輸出位 開啟的戰術 鎖定開始掃 喔 不過這邊全部被DVA給擋掉了 但是 CZ的範圍換得很不錯 選擇是來到了二樓部分 馬上被Delay給殺掉 這個小DVA怎麼這麼兇啊 就是我看到對方的那一單一面 沒有萊茵哈特 我選擇往那邊打 然後配合上萊茵哈特的地獵級 整體而言 他是有把對方二樓的防禦 給瓦解掉 他這個塔的位置感覺是 隨緣流欸 他那個位置感覺是要防踏點的人 對 他防對方可能衝正面 對 對 防對方可能衝正面 但這邊DTN是非常執著這個三樓啊 是 這個三樓是 好不容易搶下來的 不過營運面來講 他們 可以在三樓打一個312啊 他們為什麼不在上面打呢 有機會 他們可以在上面打 打到破盾之後 再決定關鍵時候下掉 喔 跳下來 他們浪費了一點時間了 有一點點喔 對 哇 安娜這邊是側面直接被 直接被 直接被萊茵哈特這邊點掉了 對 對 萊茵哈特這邊打得不錯 側翼的部分先收掉安娜 但是對方是防守方 哇 Deezy的位置跟crappy的位置太好了 欸 居然是crappy 欸 這個勞工 我們看他勞工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 man highlight小抽的 這個 左鍵 對 他們現在的位置很好 他跟Deezy的位置都是射手最棒的位置 對 他這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 是麥卡利站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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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